彥宇 然後他是 他為我們分享的是他創辦的一個很酷的團體 都可 大家好 我是彥宇 因為其實在這邊被邀請來這邊之前 我有稍微做過一下功課 然後我有上網看一下焦點之前的每一個演講 這樣子 然後大家想一下我大概可以講什麼 因為我覺得每個講者都好厲害 包含今天的講者都很厲害 我實在沒有什麼很厲害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先簡單介紹我自己開始好了 我高中讀的是成員高中 所以焦點創愛的月亮算是我學長 但是 當時 當時並不認識他 一切都是從高中開始 那時候在某一個秋天的中午 那時候我覺得肚子很餓 我想要去服務車買麵包 那我就經過服務車門口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學妹 我就 驚為天人 覺得這學妹實在是太可愛 於是我就 跑過去跟學妹講說 學妹學妹我覺得 你好可愛 我想你認識你這樣 那 學妹一直跟我講了四個字 你好可怕 她說我好可怕 那 於是我就開始想說 那怎麼辦 就是 她這樣 就這樣覺得 那我要怎麼樣逆轉頹次呢 那我要用什麼方法讓她注意到我呢 我就一直想 我就一直想 真的想不到 想不到辦法 那最後終於讓我想到辦法 那 於是呢 我就想說 那女生不是都蠻喜歡那個 就是會 參加熱舞車 或者是一些熱音車 但是因為我本身 就是有點肢體殘障 所以我不適合跳舞 那 我的音樂還有點興趣 所以我就參加了吉他社 然後 陸續也參加了一些表演 然後 在一些活動中的表演 然後之後 因為我還蠻喜歡寫文章 所以我就開始寫心思 寫心思之後呢 開始寫古體詩 寫古體詩之後呢 開始寫圓曲 那這個圓曲 那這個圓曲是 那個 這是完全參照 沉醉東風的那個曲牌 然後評測的 全部都是一樣 然後寫圓曲之後 想想再寫一下 用潛進文也寫漢復好了 對 但是漢復 那寫完之後呢 就開始寫小說 那我高中寫小說 寫了50萬字左右 然後這個 在某一個論壇 曾經發表過 然後曾經有出版社來找我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有點鬼毛 我覺得說我寫的不是很好 然後這印出來好像有點浪費數目的生命 所以我就拒絕了 然後最後就不了了之 那但是那個 在笑看上面有登上 你知道嗎 就是笑看的那個小說有 那個有得獎 那 因為這個原因呢 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種種原因之下呢 就是 莫名其妙我發現 欸 我從路上開始會有人拿相機對著我 然後甚至有人會想要找我合照 莫名其妙 然後呢 甚至呢 更扯的是 當我經過某一個班級的時候呢 整班女生尖叫 是怎樣 怪獸大學嗎 那 然後在那個 笑慶的時候 就被整得很慘 然後於是呢 因為 高中這些經驗其實 怎麼講 被當成明星的人 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每天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會被盯著看 那所以後來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高中我都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 指考有考不是很好 那時候呢 其實因為我是如三類組 那 我那時候的第一支援是台下森林系 為什麼是台下森林系 因為台下森林系是三類組分數最低的一個系 然後 那時候的錄取分數最低是360分 然後就去 拜拜 我是說 文章帝君拜託讓我上台下森林系 我要考360分 結果他真的讓我考360分 結果是考 因為我考9科 所以總共是9科加起來上60分 那正常是要6科加起來60分才會上 所以說 最後我就進了電郭大學 那 電郭大學 大家應該都知道電郭大學是哪一間吧 那 我進電郭大學 想說 因為我高中弄成那個樣子 我覺得很辛苦 我想要低調一點 那我就想說 那我進大學 低調一點 那我再更低調一點 那 那我就 就是努力念書 那念書 那 欸 就剛好有一個指導老師 他在找學生 找大一的學生說 欸 就是你要不要來參加一個研究計畫 這樣子 那那時候因為我都在念書 所以 就是成績還算不錯 所以說 他就 他就找了我這樣子 那我就很開心的答應 那 那進了研究室之後呢 因為我大一可以進研究 就是做研究 就是做研究 就是陸陸續續就發表了一些期刊 在一些地方 發表一些那個poster 在一些地方 然後 也讓我在 youtube上面露面了兩次 下面有連結啊 就是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但我相信應該 大家那邊有什麼興趣啊 對 那有興趣可以吵架 因為我還故意把它鎖紙 就是方便大家走 然後 然後我還在 就是在這個 在這經驗裡面 我還得到了兩次全國第一名這樣子 然後 呃 後來大三是說 申請那個大三生 國科衛參與整理研究計畫 也 就是成功 申請上 然後這個的 研究結果也發表在 這個是生工年會 這是醫工年會 然後之後我也寫了一篇論文 就是 應該是兩篇 兩篇那個 國外的其他論文 然後要投稿 就是這兩篇這樣子 然後 這是研究的部分 那大家想說 欸你都在做研究 那你的成績應該會 就是還蠻爛的吧 那 就是可是我還維持得蠻好的 所以我應該都是第一名 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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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第一名 對 那個扣事再過 那接下來呢 因為其實前面都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 再來就是因為後來 那時候有學姐看 就覺得說 欸這學弟的文筆好像還不錯 還會寫漢符 我想說 那就找他來幫文藝社 來進來文藝社好 那時候文藝社的人很少 就是金塊導光 所以只剩下我一個人 那我就變成社長 然後變社長之後呢 就開始創立 那時候因為大家知道 定光大學是工學人起家 所以那個文藝方面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 我要創辦第一屆的文學獎 那我就真的把它弄起來 弄了第一屆的文學獎 現在已經是第四屆 所以就是狀況還不錯 然後之後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戲學會有一些問題 那我就 就是傻傻的跳進去 把他救起來 所以默奕家會變成戲學會會長 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畢業的時候 就拿了一個這麼大的當寶寶 這叫董事長講 我也不知道什麼 然後 後來就拿一個 董事長對 榮業學會會員 這個會員聽都沒聽過 然後之後 我也考到那個 醫學工程師的證書 這樣子 然後最後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中國工程師學會的 優秀工程學獎 這個每年只會選十 就是十個工程學生 所以意思是說 他覺得你是 就是全國工程學生的前十名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這有點太誇張了 那時候 因為這樣子 就是被那個 三十雜誌採訪 那三十雜誌大家應該知道 是天下系統的雜誌這樣 那現在也有說紙 有興趣可以看 但我現在大概 也是沒有興趣啊 後來就進了研究所 我就進了海大 那進了海大師我就想說 那我前面 高中大學都混成這樣 那我進研究所要怎麼辦呢 那我想說 那我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嘛 那台大研究生有兩萬多人 那我想說 那我多認識一點 就是不同領域的好朋友這樣 那於是我就進了 台大研究生協會 然後進了研究生 就是混得還不錯 然後於是就開始參加那個 台大研究生創業師的 然後 然後又參加了塔羅社 陸陸續續我總共參加了七個社堂 對 然後後來 我現在也是那個 台大工學院的 研究生代表 然後同時也是 醫學院的研究生代表這樣 然後 一些大型活動我都參加 比方說 台大醫學院的藝術季 然後還有一些攝影展的志工 然後國際研討會 然後這個是國小衛生教育的志工 去教國小學生一些 就是正確的那個 保健觀念這樣子 然後我也去那個 就是國外一些學術教育這樣子 那 再來我也跟 我的學長 就是 組織了一個 一個創業團隊 叫做 那這個團隊 我們有參加一些 比方說像國歌會的 最近的一些 比賽 然後還有像 Google AdWords Challenge 這個比賽 那我們因為我們比較特別 我們是醫工所 我們有跟醫師合作 就我們直接去那個 醫院裡面去看他們 臨床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就可以做出 產品 做出遺材 那這是一個還不錯的經驗 那 再來就是 前面這些東西也都 就是被 藍絲小複採訪 那順便就是幫我朋友 打個廣告 就是 三位就是包含藍絲 還有今天的那個 他們 就是寫了一個 博格這樣子 那下面有網址 大家可以有興趣可以看 那如果說 這篇文章可以不用看 就寄那個 lens.tk 這樣就好 就是你可以去看那邊的東西 裡面東西看 就是可以長知識 然後考試可以考代分 這樣 對 那接下來講了這麼久 終於進到重點 對 那有點累 讓我喘一下 好 那我要講一下 什麼是那個 MTU MCGSA MCGSA就是 Medical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 就是 醫學院研究生協會 醫學院研究生協會 那下面這個是我們的 那個粉絲團的網址 就是一樣 NTU MCGSA 打進去就可以找到 或是你想要記錯子 也可以 拜託放 就是大家幫忙可以按個讚 這樣 看到人數有點少 對 然後這其實它就是一個 就像上面寫 這是一個給 醫學院研究生的一個 自治性組織 然後是一個 醫學院研究生的一個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平台 那為什麼我要 創立醫學院研究生協會呢 那就像我講了 有緣千里來相同 無緣見面不相似 就是 我們在醫學院裡面 有20幾個研究所 大家都很不熟耶 大家都很封閉 然後甚至 我是醫工所的 我醫工所同期有200多個 我完全 我只認識可能只有十幾個 只認識自己實驗室的人 那我想認識 就是其他所的同學 比方說深化跟那種 完全不認識耶 怎麼辦 我在醫學院遇到這麼多 你都不認識 這不是很可惜嗎 那再來就是醫學院 缺乏一個正式研究生代表 那通常 以往的研究生代表 都是 我認識某某老師 那我就叫某某老師 叫他學生去 可是那個學生 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就去那邊當一個橡皮圖長 所以說 基本上這樣子的 研究生代表 很難為研究生權益發生 然後再來就是 沒有關係 就是醫學院研究生權益 因為醫學院 就是大家都是做一些 毒性化 其實對這個東西 應該是要更 更有些權益上的關懷的針對 那我就去找 過去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團體 其實以前有個叫做 研究生互助會的團體 那但是這個團體 在民國八十五年 就停止運作了 對 那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想說 OK 那我們要 先去把它複射 可是那時候複射發現 它已經太久了 連資料都不見 我們就想說創射 那創射的話呢 就是需要幾個東西 一個就是需要請 就是30個連署 30個連署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因為是醫學院 我希望是不同 就是不同 不同研究所的人 一起來連署 那可是這就是 一個很矛盾的點 我就覺得說 大家醫學院都不認識 然後 所以我才要創這個會 那但是呢 現在又叫我要去找 各個不同所的人 來連署 那我要去哪裡找 對 於是我就到處去拜託 欸 學長 我知道你老婆是那個 藥理所 可以幫我幫忙連署嗎 欸 學長 你之前是念生化分身所 可以幫我連署嗎 就這樣到處拜託 然後就是裝可憐這樣子 然後 後來還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個 因為我是醫工所 然後 行政人員覺得我是工學院 他覺得工學院 不可以當醫學院的 的那個 幹部這樣子 所以我就 特別找這樣給他看 醫學院即工學院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也是醫學院即工學院 所以我們是雙重身份這樣子 雙氣動我 那於是我們就 就是 目前要就把這個 會弄起來 那當然經歷了一段辛苦啊 那 這個部分 要講可能就天就黑一邊 所以我就先不講 然後 那 那再來就想說 欸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之前那個會倒掉 然後一些其他的一些 學生知識組織 都找不到人 那我們再想一些我們不一樣的點 就是我們 具有共同的核心目標 那重點就是說 我希望醫學院的研究生 就是大家可以和樂融融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開心的吃飯 聊天 然後就彼此交了自己的 就是生活這樣子 然後可以多認識不同的 研究所同學 那 就是這些夥伴其實 他們也都有同樣的信念 所以說我們也是以同樣 共同的核心目標再聚集在一起 而不是工作 就是不是工作說 OK 我是會長 你是什麼幹部 我叫你做什麼事 不是 他是自己自發性的 那再來就是我希望 淡化幹部效應 什麼叫淡化幹部效應呢 就是 因為 就像我剛剛講 學生知識組織有很多問題 比方說第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 我剛剛忘記講的就是說 核心目標的問題 因為學生知識組織 不像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吉他社 那我核心目標就是 我要學吉他彈吉他表演 我的核心目標就是要跳舞 可是學生知識組織 你的核心目標是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啊 所以說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幹部效應 假設 大家應該都有學生會的經驗吧 就是 就是你們自己學校都有學生會 那學生會就是收你的學生會費 可是 假設你不是學生會幹部 你根本就不認識學生會那些人 那 這就是幹部效應 就是變成說 我家有學生會 但是理論上 他收你會費 他說你是當然會員 可是你根本不認識學生會那些人 所以我希望消除幹部效應 就是說 你們所有人都加進來這個地方 然後我不要求你們做事情 你們 就是聚餐的時候想來就來 不想來不要來 就拉倒 沒關係 但是呢 我們大家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好夥伴的概念 不是說我是幹部 你是會員 這樣子 不用這樣分 那再來就是我們是一個求新求變組織 那就是 大家看我就知道 那就是 其實我們是有一些 有一些新的idea 新的概念這樣子 那比方說 像我最近一直在跟我講說 我們想要辦一個電競 可是電競太不刺激了 大家都在辦 所以我們就想說 欸我們去弄那個 小時候不是有很多那個 快打旋風嗎 然後甚至什麼 柏青哥有沒有 放到醫學院大廳有沒有 大家一起來打 我們大家那個 醫學院 就是醫學院大家會跑什麼 會成什麼PCR 然後要等很久 這個時間要反應兩個小時 到三個小時 那大家就去醫學院大廳打之後就好 他們就反對了 他們就說不行 你們這樣會上新聞 就是台大醫學院帶頭 打獨國慶電玩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 今天我很擔心的一個點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醫學院的認真協會就是 比較一個定義比較廣 比較狹窄的東西 那因為我今天來這邊 我相信大家有一半以上都不是台大的 那就算是台大也可能不是醫學院的 那就算是醫學院也可能不是研究所 那這樣這麼 就是定義這麼狹窄的協會 所以到底跟在座各位有什麼關係 那首先就是幫我們點讚 那不要 就是不要問為什麼 人生很多事情是不用講為什麼 所以說就幫我們點讚就對了 那再來就是 有興趣可以來聯誼這樣子 那 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本身就是一個聯誼 是聯誼性的社團 我們內部就是聯誼 那 跟外國聯誼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樣子 那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跟我聯絡一下 就是 醫學院的男生都比我帥 女生都比我美 女生當然比我美啊 對 那 再來就是合作啊 因為其實我希望來這邊就是可以 因為這邊很多不同團體的各位 那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合作機會 那 就像我剛剛講 我已經是一個求新求變的主席 那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 是第一屆 我們沒有上一屆 我們沒有任何傳統 所以我的觀念是很開放 就是你們想要幹嘛 就是合作啊 怎麼樣都可以 連打小鋼豬都可以 沒什麼不可以 那所以說 就是大家可以 有心力可以來跟我合作這樣子 那 就是 再來就是我想要講一下 因為 剛剛 我每次講完這個 大家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時間到底怎麼規劃 你時間看起來好像很多 你一天是不是四八個小時 沒有 其實我想要講一下 就是 就是不管你是個人 或是 再說很多是 某些組織的領導者 或是幹部 那你們可能都要去想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的願景是什麼 假設 這個不用說 以個人來講 我的願景就是我五年後 十年後 希望變成什麼樣的人 那 以組織來講的話 就是 我五年後 希望組織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 可能 那個什麼 假設我今天是 我生了小孩之後 然後 小孩問你說 你為什麼當初要弄那個 然後 你要怎麼回答 假設以教練來講 假設以後你小孩 問你說 為什麼 為什麼你當初要弄教練這個東西 你怎麼不能可能回答說 因為你說 所以你要想一下願景是什麼 不好意思 我快結束了 對 你要想一下願景是什麼 那 這是我們的願景 我就不敘述了 那 有了願景之後呢 你要想 你要達到這個願景 需要什麼樣的藥物 然後 需要 達到這個藥物呢 需要什麼樣的工作項目去細分 那藥物的話 基本上呢 以三個為主就好 你寫太多寫越多根本就沒有用 超過三個以上就沒有意義 那基本上 那再來就是大家常講就是重要 重要跟緊急這些事情 那基本上呢 很多書都在告訴你說 你分了四個相見之後呢 你只要做重要 重要且緊急 跟重要且不緊急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要分緊急呢 你就把嘴緊急弄掉就好啦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大家就不要想緊急不緊急 那 最後我快結束了 我想說 我想說 基本上呢 就是 就是 看重不重要 基本上就是看跟你的核心概念 還有你的願景是那一致 如果是一致的話 就是重要了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去想 這件事重不重要 重要我就做 不重要我就不做 就這樣子就好了 那再來就是 這個我剛剛講過就是 我今天都沒有睡覺 睡有點累 那這是一般人的狀況 那我的狀況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 那再來就是我想講一下就是說 就是 即使這樣子我還是可以就是 頭伐地獲部 我拯救生血兒人 然後 那時候 如果大家沒有概念的話 這個遊戲五月底出來 我六月初就破完了 然後 連夜也破完了 然後 我可以看電影 然後去那個 音歌 然後去 那個 那個 然後去那個 台北燈節 然後去 台大舞會 去 L的那個 瑜伽異地球 然後去參加一些 那個 各種的展覽 然後我來去了 日本 去香港 然後去跑馬拉松 去攀岩 去 泛舟 這泛舟很有趣 我們是拿自己拿竹子 筒子跟繩子 做 這樣子 然後還可以去衝浪 這樣子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就是 我很喜歡這句話 就是 如果你想做什麼 你的生活 你會不會傷害 然後 相信大家會看得懂 所以我就不翻譯了 然後最後 剛剛有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可以不睡覺 還這麼有精神 我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個小秘訣 就不好意思 最後一點 就是 我昨天晚上四點半的時候 從 那個台大校總區 騎車騎到醫學 騎U-by騎到醫學院去 然後 我覺得 精神很差 因為我做了一個晚上的實驗 然後我去怎麼辦呢 我就去台大醫院B4 B4 然後 就是那時候半夜四點半 我就在那邊 一個人在那邊看鬼片 然後看完之後 馬上就清醒了 那 順帶一提 我在 我在B4看鬼片 那B3是那個停時間 所以 大家可以了解 為什麼我會馬上清醒 對 那就我演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